因应夏季即将来到 以及行政院向海致敬政策的推动 花莲地区从事水域休气活动的民众 应该会越来越多 另外配合花莲县政府修订的 花莲县和平西口到七星潭海岸风景特定区 水域油气活动区分限制的相关事项 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2岸巡队 为了强化海巡人员救生救难的技巧和能量 在3月份分别在岩辽渔港以及泰昌游泳池 办理了3T次人员的游泳技能 潜水技巧和救生艇操练等演练活动 来因应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 能够及时的投入救援 花莲第一岸巡表示 对上具有开放性水域救生员执照 共有129元 具有潜水员证照的有44元 分布在花莲地区的个安检索 未来也将秉持着透过密集的训练 并确保留意海域 油气民众的状况 使民众在海域进行活动时 可以有多一分保障 夏季即将到来水域油气活动势必增加 本队为确保民众安全 特别于本月份办理游泳以及潜水员附训 以确保民众在海边时的活动安全 另外海巡署 花莲燕岸地区 北浦 七星潭 花莲港 岩辽渔港 实体渔港 等5处安检索 均有提供免费的救生衣出借支服务 民众如果想要从事海域活动时 欢迎大家前往上述的地点借用 以加强自身的安全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导